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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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好笑,大家也可以笑出声来。 好,那么我们就在Michael给大家做讲座之前呢,首先有请一家出版社的社长刘烨女士给大家讲几句话。大家欢迎。 好,谢谢,谢谢大家。非常感谢的今天周末到这儿来参加这么一个活动。 我先大致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出版过程。 那我跟Michael呢是在一次hiking中认识的,meetup group的hiking。 然后呢,当然遇见了就随便聊了,然后Michael就谈起他即将举行的一个展览,就是这个A Tree is a Tree. 那么我听着就是很感兴趣,因为他的这个理念就是说很馋,馋庄子应该说有这些因素在里面。 所以后来呢,Michael一听说我是所出版的,那么也有兴趣说合作,一起来出这么一本书。 然后接下来就有了这么一本A Tree is a Tree. 今天讲的主题是禅语,当代艺术。 这个话题我个人是蛮感兴趣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的古典艺术,不管是诗、书、画,都跟禅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对禅来说,禅是不可言说的。 我们做的一切解说,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是那个一手指月的那个手指,是吧? 那你对这个手指指向的月亮,你有什么样的认识? 那个侵权在你自己,在你的素养,在你的经历,在你的修为。 那么,到当代艺术者,到Michael者,他的这个禅中,对他的这个观念艺术,非常先锋的一种艺术形式,有什么样的影响? 是怎样影响了她的这个创作,我觉得是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那接下来就请,那个、那个……等一下,那那个、那个、那等等。 那不不不,你们讲,你们讲,我们听完。 好,那么请Michael。 不不不,来,来。 好,我们学习。 那这个我只需要一個Michae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坚持下来 所以今天讲的这个东西是常和当代耶稣 我不敢说跟当代耶稣的关系 就是能从我自己的创作角度来说的 因此我得先说一下我自己的 跟佛教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通常跟比如说讲座的时候 通常没说这个 那天试试看吧 就是说我跟佛的缘分 实际上很早的时候就中间了 很小的时候呢 我妈妈她在世的时候一直是很宣称的一个佛教徒 那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帮我请了一个师傅 那个师傅说这小孩有灰根 那我当时傻乎乎的都不知道什么 就讲什么东西也没任何感觉 当然那个圣经事件就过了 我真正开始就是自己 学佛像佛事 我到了美国之后 就是说靠自己兴趣吧 看很多就是印度的一些圣者 他们写的 他的不是写的 就是他们的语录 包括一些经典的书吧 像乌巴尼萨 什么 巴格巴基塔 就是说经过这些的语录吧 就了解到这个印度圣者 他们对于这个生活本身 和这个现实的本质 这两个之间 他们的很精辟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挺有感触的 所以越弄越神越弄越神 最后就碰到了这个金刚经这本书 这本经书呢 我一碰到以后 我就觉得 马上就能感觉到特别宏大的一本书 就是说 他说的东西呢 我都不懂 但是呢 我就放不下 就是说 总想把它都懂 到现在还是没有懂 但是呢 到现在还在读 就是每读一次 总觉得 从另外一个角度 又稍微多了解了一点 到了最后是什么样呢 一个奇迹是什么呢 就是我妈妈 那时候在温哥华生活 他一次就带我去 他长旭的一个寺院里面 我偶然看到了那本 那个金书 是那个六祖 唐经 我一看 就爱不释手 因为什么呢 他是从这个真正的 从中国文化里面 成长出来的一个佛祖 他的所做作为 我觉得跟我 就是很合得来 然后就能够 能够从他们的入口 开始接定佛 是什么样子 那咱们都知道 所谓的禅宗 就是那时候 他是六祖嘛 就基本上是定居 都定下来 可以拿出来了 到最后变成 到现在 我个人觉得 最被人所知的 叫做禅 就是日本的禅 就是那个禅 实际上他的前身 就是咱们那个禅 刚才这个书官还问 这个禅是这么拼的 可能最早的时候 英文是这么拼的 Chan 就是有个 有个 有个 这个叫什么 apostrophe 不是Chan 如果Chan 就变成Chan 有点不搭 那Chan apostrophe an 就变成Chan 就是禅 也是咱们中国的拼 是这个样子 好 那 言归证断 就是说 那我跟这个 禅 是怎么 一种关系呢 就是说 我的确跟对禅 没什么研究 对佛 对佛学 佛家都没有什么研究 所以我不敢 没有发言权 但是呢 就是说 我今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从我的 创作的角度 看看能不能体现出 就是 行佛 行禅 对我 对当代艺术 创作 有哪种影响 这样子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那个 最简单的 最简洁的说法呢 就是我对佛的了解 理解呢 对于创作来讲 就是说 看世界的方式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 任何一个事件 它都有它自己的缘由在里面 这就对我来讲 是直接的 可以用得上的 那也就是因此呢 我就开始 就是这个 悟到就是自己生活里面 也是包括在我的 艺术里面 就是说 主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这个事情 和事件在世界上 都有自己的存在缘由 但是呢 因为我们人也是有 思维能力的 有判断能力的 主观的这种愿望 那就造成了主观和愿望 和客观这些之间的矛盾 所以也就是 对多数人来讲 一个烦恼的这个 这个起源 就是主观跟客观 不符合的情况下 你怎么解脱 对吧 这是 这是我对生活里面 对于从佛论来理解的 那反映到我的 我的艺术里面是怎么样 我就觉得很自然的 就觉得 既然有这个很 一个很主要的问题的话 那我就有一个很大的冲动 就是说 我想通过我的作品 创造某种路口 或者途径 让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路口 和途径 用另外一种角度 看一个很平常的现象 用那种换位的思维 也不是很通常那种习惯性的思维 看到自己看同样的东西 还有另外的可能 就是希望吧 就是可能更接近事情的本质 这是我的创作的部分 基本上 枯差的文字就这些 我觉得 我想就是 等一下比较好玩 就是看真正作品 大家体会 我的作品 不是尝试这个 不是全是这个 常或者佛的东西 而是这个 通过的作品出来 好 稍微交代一致 就是说 我讲这些的时候 有时候会很枯燥 就是最好的办法 你们有问题 马上就问 现在我就知道 你们感兴趣的是什么 你可知道 我可以做讲座 我现在不是讲座 就分享 好 那就往下坐 首先 因为咱们这个主题 Tree is a tree 就是我那个 那个展览 去年年底的展览 我就先说这个 好 好吧 这是里面的一个 一个作品 这个作品呢 是怎么样的 首先那个展览的 那个地方 就是David Island House David Island 是金山的 观念艺术的 一个先驱之一 他的一个最大的作品 就是把他的整个房子 变成一个作品 所以呢 他就是 就是把里面的各种东西 不断翻新 不断翻新 就是那个 最后现在变成一个 美术馆的样子 但是比较小 那我就有幸被请去 在里面做一个个展 那我马上就发现 他这个房子 很有特色 就是说 他因为比较就是 很旧的那种 Victorian House 所以呢 各种旧的东西 都把它把它保存下来 包括墙上的很多洞 像这个 这支 Cracks 然后它都把它保存下来 而且呢 这老学生挺奇怪的 这是同一堵墙 但是呢 它细成两种颜色 我不知道它怎么弄的 人家已经过世了 咱们也没啥问 那我就看了这一刻 我就做了一个作品 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对这堵墙 我就拍了个照 拍完照后 就印在很普通的那个 这个照相纸上 是当时的原样的大小 然后我就把它贴回到那个墙上去 马上这个 这个纸的性质就变了 这个实际上不是我画 很多人都有我画的 或者是一个透明的胶纸 什么贴上去 其实都不是 就是一张照片 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文物 跟它完全吻合 所以就造成那种感知的这种错觉 你就不知道 你该不该相信你自己的眼睛 就是说 你眼看就被糊弄了 但是呢 你还是要相信 就这种 就是 刚才说的就是说 换位思维 也就是这个 就是一例子 就是说 你眼睁睁地看的这个 就很简单的这个东西 你就不敢相信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到底是一幅画呢 还是一幅 一个透明的胶纸 还是怎么回事 那 这个本身也有人说了挺美的 但是那不是我的初衷 我的初衷就是 让你自己感觉到 噢 我原来看事情是这么看的 基本上是这个 最主要的 那至于 对这个作品呢 当然有个很lucky的地方 就是原来它这个 这个颜色是这种 黄色的 那我那个拍的时候呢 光线正好是把它变暗了一点 所以它变成红色的 跟这个又配套 所以那整个对于 这个内涵 各种东西都成立 比如说作为一个抽象画那些 也成立 这样 但都不是刻意的 那你回去我再问一下 你说你是拍的整个墙 哦 就这个 就这一小墙 然后你再放回它原样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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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做过这个作品 做过好几回 我这个 清车熟路 就是有些技巧的东西都在那 就是实际上就是 量好了这个四个角 那个点在哪 到时候一印的时候 我就知道该怎么裁 所以一定不会错 所以才会百分之百的这个文盒 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素材是自然发生的 对对对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拍的什么样子 印出来是 印刷是别人印的嘛 我没法控制的 这也就是我 我觉得我做艺术作品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分 我不想 不需要我控制的东西 我绝对不去控制 因为这个 红色白色蓝色 对我来讲 没任何差别 它出来是什么 就是什么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原来 装置那个场地 是这个样子 我至于把这个拿出来 是因为这个有缘故 所以我故意要求他们把这个放在这 这是David Allen的作品 他这个老熊 他当时在装修他的房子的时候 他就拆窗户啊什么的 不小心把这个窗户弄破了 有一个很大的这个crack 那正好我这种有一个crack 所以呢我就特意要求 让他把这个放在这边 就是一个呼应 就是我对一个长老是这样考虑的 就是当场的情况下是有哪些条件 我做的东西要跟他有多呼应 就是对于现实的一种尊重嘛 而且就是等于说 指出来就是说 这个不是这个一个裂缝啊 这个裂缝是被关起来以后 是可以成为很有意思的 一个用意 这个呢是到另外一个环境去的 这是他的另外一个作品 这是他们就是说 因为我的长老叫做 A Tree is a Tree 所以他们故意把这个作品放在这儿 因为它是树干嘛 把它认得这个样子 所以一些细节啊 Good question 细节都是很讲究的 我们做这盘就是 观念艺术的人都说的一个信念就是 Everything matters 没有一个东西是死意的 你要问的话都可以说 反正时间不多 不用抠了 这个是另外一个作品 他这个也是呼应他这个场地的 这个老先生他在世的做一个 做出一个很有名的作品 就是这个东西 他呢把这个窗户 用那个铜 就是Couper 把它给盖起来 盖起来以后呢 就看不见外边东西了 对吧 但是呢 他在下面就放了一个录音机 就是 就是录 他当时在外边 还没有关起来之前 他看到的东西 比如说 这边是一个教堂 下面是一个卖什么饼 这边是一个什么什么 那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必须相信他 因为我们既然看不见了嘛 所以我们必须用他的眼睛 去看外边的世界 是这个意思 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品 那我呢 就觉得挺有感触的 他因为也是对现象学做的作品吧 所以呢 我就是 在这个 挂了一个 这个窗帘 原来是没有了 我作为窗帘 这个窗帘 还是跟他对称的 而且大小的尺寸 跟他一模一样 给人一个 自觉上的错觉 就是 这个还是一个窗户 下面还是窗户 但是呢 里边是什么都没有的 是一个 是这一堵墙 那 就让你注意到这个作品 是这一种 同时呢 他自己怎么诚意 就是说 你到底 他要盖什么东西 底下有没有东西 因为你 我是不允许人拿那个东西去转的 所以说 大家就有个心理的假设 底下有东西 那这个就是 我的感情 为什么你假设 底下就是有一个窗户 因为我们那个 就是Social Conditioning 就是说 有窗帘吧 一定底下有个窗户 但是他就跟你对着干嘛 不是这个样子 就让你自己有个法思 这个样子 这个呢 有点更内一点 就是说 这个题目和下面一张纸 都是他里面的一部分 所谓的 everything matters 就是这意思 就是你走上去的时候 它这是个楼梯 你先看到这个 所以上面写的就是说 上面写的就是说 上面写的就是说 比如假设 我时间往来 10月23号 下午5点54分 这两根镜子 就是对齐了 从那开始了一个 英文叫做 perpetual reciprocal percussion 就是说 一对齐 那一刻开始 他们之间的这种互动的能量 就一直不见状的 持续到 就是没人看到为止 还在继续 但是呢 我特意把这道块特别高 我们是看不见他们之间的互动 但是呢 在这个 在脑袋瓜子里面 你会想象到 他们有这种互动 这是我展示的地方 所以呢 我是故意就是 努定距离 是这个样子 这是黑的 这是白的 所以有点太极的那个 但是你 不了解太极也可以 你了解 越多了它得到 越多问题 那样子 不好意思 如果你这个镜子往低 往下游 一道 大家能看到 那会有什么 就对我来讲 就会布另外一个作品 为什么呢 比如说是在这儿 那你就可以头放进去 头放进去 就中断他们之间的这个互动 就变成是你跟对面的那个互动 对我来讲 就失去的 有私意在里面 就是很实际的很现实的 就给个照镜子 我们家里其实很多人 家里都有一个橱柜 对吧 就是说这边也是玻璃 这边也是玻璃啊 你看自己看看是什么样子 就没有那个升华的 那个因素在里面 但是呢 如果把它放那么高以后 所有东西都在你想象中里面 发生的 我觉得是一个 有机会可以升华的 这个镜子 一个是黑的 一个是白的 对 其中一个你看不见 另外一个看得见 看得见的 因为镜子有个 所谓叫做Black Mirror 我是特地找的 花很多钱的 这个很便宜 这个很便宜 这个花很多钱的 因为它是特资的 所以这个小系列都挺讲究的 这有意思 酒精期间都比较便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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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点叉促 如果太快 让我 slow down 这是另外的作品 叫做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就是那个 童话里面的 为什么叫这个呢 就是这个是 这个是 另外一个房间 你進去就看到這個景象 這個是一個門 門裡面就有一個玻璃 但是你進去看了 你參觀這個展覽 看了就是這個門 覺得裡面有個人 然後呢 這邊是櫥櫃 那我的作品是什麼呢 是這個 剛才那個 這堵牆的對面 是我的作品 是把 它的對面 就剛才你們看到那堵牆的 那個拍照拍下來 是分成那個七行 七行十二列那種 一對一的 就是實體大小的 所以你走過去的時候 你感覺到是 兩者是一樣的 大小的 所以它對你身體 就有一種奇怪的 這種影響 你覺得你生離其境 因為你既然是 這邊是鏡子的 你就覺得自己也被照著 但是呢 你的人就不大 因為它是照片 對吧 所以很多這種 知覺上面的錯覺 錯位 這就是我想 跟大家提供的經驗 有這種錯位以後 你會讓你想 你到底是 要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感覺 對吧 就這意思 然後這些東西是故意的 這些是空 沒有內容的地方 實際上就是 不是把它分開了 就是這段裁掉了 有些信息就失去了 那你自己全部不清楚 所以你是一個 摄影師的摄影 對著那一面牆 對對對 對 然後你把它放在對面的牆 然後把它做成這個 對 對對一個grid 然後呢 我拍的時候 我是故意 人在裡面走 這個人是我 就我走過去 所以這樣我最好想睡 那你是請攝影師拍 你 就說你是在裡面走 對 所以那外邊拍攝的人 是攝影師 沒有我自己 你自己看著 對 所以因為有一個 automatic function 實際上呢 我做最多的是 所謂的行為 所以所有的作品 都有行為的因素在裡面 就比如這個 我實際上是這個 人的動是什麼動法 這個角度去考慮 因為剛剛那個鏡子 是 鏡子是人在做行為 是這麼看的 你知道嗎 就是說你人走上去 先看到那個東西 然後你看 因為他們上面寫的 上面有鏡子 你一定能往上看 我相信鏡子是你放的嗎 我放的 我放的 你剛剛說到行為 行為藝術和觀念藝術 有什麼交叉嗎 行為的觀念是一個 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概念 它裡面包括行為 裝置 所謂新媒體 反正不能歸類的 現在都把它歸到那邊去 其實也不精確了 所謂的觀念藝術 本身呢 是描述70年代 那個藝術運動 叫做conceptual 觀念藝術 那這個方程 這個觀念藝術 其實不是很準確的 運動力不是很準確的 但是沒有更好的方法 也需要很多 這樣 這個是另外一個作品 就是說 它裡面還有另外一個房間 我就把整個房間都弄黑 漆黑的 沒有一點光源的 然後就一個 開了一個洞 在窗戶上開了一個小小的洞 只有這個東西 其他什麼東西都沒做 你看 這個東西的圖像呢 就是那個街外面 窗戶外面是一條街嘛 這是街景 街景呢 整個就被倒射進來了 也是扭過來的 實際上就是咱們 看世界就是這個形象的 但是呢 咱們的腦袋瓜的 有這個能力把它給轉過來的 我們坐在這兒 實際上是這個樣子 我們把它已經觸了一波 多數人就是不知覺的 都知道這個道理 當然不知覺的 那我這個作品 就是說 把大家進入到自己的眼球裡面 就是那種感覺 就是說 完全可以看得到自己的眼球 是怎麼樣運作 而且自己相信這個眼球 不能運作的 這個作品 它挺powerful的 就是說人進去以後 通常就會待很長時間 就是很奇妙 就是說 有種讓你靜下來的那種力量 有一點像meditation的那種感覺 你進去就有 特別黑嘛 有很多安靜 然後這個呢 這是我加進去的 因為這個後面是一堵門 一堵門 那我是說本來要把門給堵上 那我後來就覺得 就失去機會了 可以利用的 我就做了一個 這個screen 就白色的這個screen 正好 這個外面 街上這個地方 有棵樹 所以呢 我這個展覽主題 又是 A tree is a tree 所以就是 又穩而上 都是很偶然的 但是呢 不是純粹的偶然的 就是放在這兒 就是放在這兒 好 就是剛才那個展覽 就是這個 怎麼說 畫冊的原油 就是從那個地方 裡面 反正除了這以外吧 還有他的 策長人的 自己的策長的 叫做什麼 Curatorial Statement 然後呢 還有那個 San Francisco Examiner 那個 Newspaper 他的那個 Art Critic 然後我寫了一個 藝術評論 特別的精準的 那麼一個 最後還有一個 我跟那個 侯漢如 他是 我個人覺得 就是中文世界裡面 做國際上 策長人最有名的一個 他做 幫 做一個 反彈 就是中文官員 這個作品的 所以你們如果有興趣 聊得更多的話 不妨看一看 就是這個 我有一個問題 那個 這些 配什麼叫 Trade and True 因為有些 好像跟Trade 對 對 good question 實際上是個隱喻的問題 就是說 那個 學佛的人 基本上都知道這個 說法 怎麼說呢 就是說 英文理解就是說 before a person knows Buddhism 就是一個人學佛之前 看山是山 看樹是樹 對吧 人開始學佛的時候 山不是山 樹不是樹 因為想很多 這個山的下雨 然後呢 土質 這個樹長得好不好 什麼 那些都是生物學 什麼 那些都講複雜了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說吧 然後呢 最後一句說 當一個人真正懂得 佛 佛的教導以後呢 山就是山樹 就是 這個 能夠說 是水 是吧 山是山 看水是水 也可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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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其中的第一句 就點到了 或者是說他們講說 生如古皮素 心如你進來 對 對 對 其實在我後面還有一個作品 就直接針對 剛才您說的這個 就還做了一個作品 等一下再細說吧 然後呢 那個我如果太慢了 你們得提醒我 我沒時間幹一點 那些是水 我們現在是水 水 水